大伙一鼓掌啊 看得出来 都喜欢听相声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说好了不容易 得下功夫 状元才英雄胆 成墙后的一张脸 怎么讲呢 状元才 什么都得知道 得播 天文地理 无所不知 英雄胆 这怎么讲 站在这儿不能害怕 那倒是 哎呀 台下这么些个人 还都有脑袋 还怕了 这就怕了 说不了下了 那是 成墙后 怎么脸还在后呢 这么些人又怪害臊的 完了 说不了下了 抹了 这说的是心理素质 状元才英雄胆 成墙后的一张脸 这是基础 而且还要有一德 那倒是 台下坐着多少人 对我们来说是一样 哦 一个观众也得这么说 对 十万个观众也得这么说 一样 多少你都得好好的演出 嗯 就是人少 哦 偷懒吧 怎么叫偷懒 这就不好说了 哦 没有一德 这不对了 这跟澡堂子是一样的 嗯 来一个人你能不让人洗吗 那不可能 挺大的池子就一日跟着洗 嗯 经理越看越恨的嘛 哎呀 嗯 那么大的池子那么些个水 哦 那么些个电 废 他一日跟着说 嗯 放水 放水 这那洗得正高兴啊 一低头 呦 退潮了 放水了 不行 那肯定不行 人多人少都得好好的演 对 什么场合都得用力去说 这是应该的 最主要的 而且演员拼到最后 拼的不是力气 那拼的是什么 文化 哎 这是底蕴 拼的是知识 嗯 这一方面 嗯 余老师做得非常的好 哎呀 您这客气 德家传 夸奖 人家那个家里边是书香门第 对 宦官之后 宦官之后 你先别说 这个身份 这个手里达住 达住了 宦官之后 不像话 那应该呢 官换之后 官换之后 哎 他们老爷子 嗯 哎 嗯 这份 哗 北京人 对老北京 上北京一扫掉 嗯 余老师的父亲 是 欧阳老爷子 那 哎 你这什么乱七 你这能说 我姓余 我爸爸会还弄出一副姓来还 我就喜欢这 我不知搁谁身 合适 别搁我身上啊 这也得姓余 他爸爸 嗯 给他做了很好的表帅作用 那倒是 那是念书人的底子 哦 而且来说 琴棋书画 嗯 样样精通 哎 很丰富 这四个字啊 看着简单 琴棋书画 嗯 真能做得好而又好 惊而又惊 嗯 不容易 那太不容易了 你就拿这 琴来说 父亲 孔夫子说过 嗯 念书人都得会弹琴 那是 代表着身份 哦 陶冶情操 高雅 什么琴啊 嗯 比如说口琴啊 哗 钢琴啊 嗯 手锋琴 不是 那是西洋乐 摇琴 对 这是古琴 也叫玉琴 是古琴 哎 上古那叫福西式 哦 瞧见凤空 落在梧桐树上了 嗯 把这梧桐树发起来 哦 一梁这尺寸 三丈三 有尺寸 一舵三开 正当中这几儿 嗯 搁到长流水里边 泡七七四十九天 哎呦 取出来阴干了 负的这个琴 太讲究 哎 外岸 金木水火土 嗯 内岸 工商脚趾雨 您瞧瞧 哎 武阴 嗯 后来周文王想儿子 哦 想博弈考 天立一根弦 嗯 这叫文贤 是 王伐咒天立一根弦 这叫武贤 文武 总称文武七贤琴 您瞧 他爸爸这方面高手 练过 没事老爷就练 哎呀 这玩 不是说当时弹当时会 那当然 把天的蛇有功夫 功夫啊 小偷啊 这是弹琴的吗 这个 练这个执法 那也得正量练 有知音呢 有知音 王奶来了 西门大官人呐 我爸爸怎么叫西门大官人啊 咋子好写字呢 是吧 那跟西门不爱的 笔名叫西门楼主 我爸爸起的缺德名字吧 西门大官人呐 弹琴吧 好爱听 他爸爸也高兴 是 王妈妈来了 王妈 坐着坐着 坟上一炉香 还坟香 哎 把这琴摆好了 哦 他爸爸这弹着 嗯 王奶奶坐在旁边 哦 欣赏这琴 是 点个烟 哦 还抽烟 什么模样 是这王奶奶流氓范儿呢 弹吧 哦 弹 来吧 哦 你爸在这啊 闭目宁神 两精蓄锐 我爸坐猪圈里弹琴 猪八剑出来才这曲子呢 王奶奶那边